驻美代表肖美琴 参加华府中国城桥借活动 和桥借人士齐聚一堂 对于美国总统拜登 先前接受媒体访问 表态如果中国侵犯台湾 美国将会出兵协防 肖美琴对此给予肯定 我们听到拜登总统的心里话 我相信我们台美双方 会持续在台湾关系法 六项保证的基础上 有更紧密的合作来促成 维持整个区域的和平跟稳定 来共同维护现状 事实上这是拜登 去年一月上任以来 至少第四度公开表态 协防台湾的意愿 去年八月美国撤军阿富汗 引发美国不可靠言论 被问到中国讥讽台湾人民 不能靠美国时 拜登强调如果任何人侵略盟友 美国会有所回应 不过如同先前三四处理方式 白宫官员随后晚间 再次向记者澄清 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